全网最详细的抬球瞄准教学 学会了你也是准神 上节课讲完了安装98k瞄准进的步骤 这节课来讲讲正式训练瞄准的过程 第一步入位 一般我们在瞄准前都会站在白球后方一根球杆的距离 心中设想好球杆穿过白球球心 到达目标球进球点的位置 身体中心轴对准这个方向后 重心脚往前迈一步 身体做一个倾斜的动作 保持视线别偏离进球线的情况下 顺势再往前迈出左脚 扭腰转肩同时把球杆放下去 注意在趴下去的时候 眼睛是始终看着这条进球线的目的地趴下去的 而不是看着自己的脚趴下去 这样容易失去目标 看着目标趴下去的同时 你也要用余光去感知球杆以及白球的位置 趴下去之后再做细微调整 新手每天打球前可以先像这样子 站在白球的正后方瞄准带口的位置 看着带口利用余光感知白球的位置 然后趴下 趴下的时候才可以去看杆头瞄在白球上的具体位置 停两秒之后再起身 一组训练20次 训练三组就可以让这一天的瞄准节奏变得非常好了 接着我们要开始训练瞄准白球中心点的能力 如果你一开始不注意自己瞄准的是不是中心点 击打白球中心点以外的地方 白球的路径与球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打不进的情况都是这个原因 如果点瞄歪了还想打进 就会迫使你出杆的动作发生偏移 推荐训练方式 一颗球垂直对面裤边比直击打 再弹回来 刚刚好撞到杆头停下就算合格 如果白球弹到了右侧 说明你击打到中心点的右侧了 建议每天训练20分钟以上 弹回来碰到杆头50次以上 下节课继续讲解母球的体积感